这里是位在于高雄三明区的 民族一路543巷 虽然说是巷子 但却一点也不狭窄 在地人都称这边是高雄最大巷 那这条巷子到底有多宽呢?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 可以看到成年人要通过路口 就得走上好几步路 但是旁边却都没有交通耗制指引 想要通过马路就得自己确认好时机 假如遇到小孩或是老人想要通过的情况 可能就会有安全疑虑 我们鼎泰理合体社区 这个民族一路543巷 应该堪称是全国最宽的巷 下班的时间 因为还有补习班很多 他们下课的时候都会凑在一起 所以那个人潮会很多 人多的话 那当然在交通方面的维护会比较困难 巷道宽又5号制 就会常常发生人车震道的情况 而且周边都是住家和补习班 又紧离民族一路 车流量不少 假如遇到放学下班期间 可能就会形成人多车多的堵塞现象 那为了解决这个情况 是否可以侦测红绿灯 他的巷子太密集了 所以真是红绿灯 他如果早上开车的时候 这边都会造成阻塞 所以红绿灯 没有比较好 大家都是怕那个行走地狱嘛 所以大家都会注意看的 我觉得有斑马线 大家就会注意看的 我觉得还好 现在问题点 就是说因为里民很多反对就在鼎锐街口 跟鼎翔街口要设立红绿灯 如果不设立红绿灯也可以 那请交通局我们可以来会看如何加强标志的一个警告 还有就是在尖峰时间 真的必要的时候 还是要请这个交通警察 他们或管区的处外维护 如果路口这么近的话 设置耗置 可能也会对车流带来一些影响 那最后就是说 我们至少可以先从这一个道路上 因为经过这样的一个密集住宅区 那是不是有一些交通宁禁区的一些策略 能够让这个道路本身变得更安全 可以检讨这个路型的配置开始 是否安装红绿灯还需要各方探讨 因为路距过软的情况下 过多的耗置返回造成堵塞 有居民建议可以多增涉注意标志 除了多一个提醒 也是让用路人们可以多多注意路况 记者川军高雄报导